最近,一部良生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拯救了湖南卫视低迷已久的收视率,无论是网播还是卫视,良生都拿出了几位亮眼的成绩,而因为要播国庆献礼片,你知道的许多年,这个问题,良生变成了晚间周播,湖南卫视的黄金当收视率立刻下滑,可见,良生变成了晚间周播。 良生确实还是受欢迎的,良生里评价最高的自然是马天吕扮演的良生了,这个男主大家都说是原主里走出来的,各项指数和讨论数捷名列前茅,借着这波热度,沙东卫视又在黄金当播出,那一部马天吕的旧作,最好的预见,十月三日播出,摆明了就是让那些黄金当,看不了良生的人,顺道来看这部剧的吗? 这部最好的预见,其实在前年就在三沙卫视上新过了,不过因为是个三线卫视,没什么水花。 这部剧,马天吕是特别主演,饰演女主的初恋,说白了,就是她为比主演更大的友情客串出演,就毫比演喜攻略。 特别主演是卡位大的秦岚,女主角呢,是新人吴锦言,而最好的预见男主是台湾明星明道,十几年前演过很有名的偶像剧《王子变青蛙》,逐渐已经属于过气明星的行列了。 多年来一直没什么水花,年纪大了,演戏上也没有什么突破,在山东卫视的首页上,我们看到,无论是预告片,还是海报,都是在宣传马天吕和影儿的CP。 按理说,骂天吕作为客串,戏,分不多,不过到了海报上,变成了双男主的格局。 这是一下子台成双男主的节奏啊,不知道实际播出会怎么样,电视台也是谁红就宣传谁,娱乐圈的人情冷暖,是太炎凉,真是真真实实的展现了出来。 当然,电视台为了收视率,要宣传谁,主打谁,不是演员本人左右的的,就和演员没关系,所以,你赞同电视台的做法吗?